酷的相对论的朋友大家好 我是郭彩杰 可能还是短发吧 我觉得我以前留长发 是我的一种叛逆 因为我从念书的时候 我们学校就是有法径的 后来出道那会儿的时候 就是因为那时候大学刚毕业 公司就觉得说 你要维持一个邻家女孩的形象 所以我那时候就扎一个马尾长发 然后当你被限制的时候 你就会很想要剪掉 但我现在的状态是我长不长了 就是那个尴尬的流长的阶段 但现在就是用一些方式 尽可能的流长试试看 因为已经十多年了 最近有什么好吃的零食可以分享吗 最近就是麦雀 就是这个是一个牛奶 新疆的一个牛奶 我最近非常喜欢 然后还有一个 洋葱口味的一个饼干 大家可以去看我的社交平台上面 最近分享的是葡萄干 粉丝胖时间还是自己胖时间 还是你们方法 主要就是我工作的时候 就比较难正常吃饭 如果是休息的时候的话 我是胃口极好的 所以就体重也是会有这种浮动的状态 期待年夏恋还是年少恋 也没有什么所谓期待吧 我觉得那种岁数其实都是外表的东西 也有可能大你很多岁 但其实内心超幼稚 对吧 那我走了 所以还是看内在 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 有啊 身边也有吧 朋友而已有什么不能说 那说一个 不是 大家不认识 多彩节是颜控吗 我觉得谁都是颜控吧 你觉得他不是颜控的时候 是你从另外一个自己的角度切入 我觉得在每一个人 就是主观意识里面 他都有就是自己觉得 美更好看帅的地方 顺眼就行了 主动还是被动 主动 你觉得主动的女孩子是对的吗 当然啊 对 这不仅限于性别我觉得 没有物质的爱情 真的是一团散沙吗 我觉得就是实际上来说 确实是 就是那句老话 就是贫贱夫妻百事爱 但关键就是你的生活 就是你的欲望到底有多少 对吧 但是没有物质的爱情 我觉得如果说对于女生自己来讲 这个东西它你可以自己挣 就关键就是两个人一起的时候呢 我觉得对于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必须要保持有一个强烈的企图型 对它不能是一个躺在家里的那种 躺平 对 他们说一家只能躺平一个 不行 我觉得一家两个人都不能躺平 听到粉丝的彩虹P第一反应是什么 不要那么油腻 说点实际的 听过那句我命由我不由天吗 太逗 太有智慧了 我觉得有的时候其实挺幽默的 但是我觉得关键是这个人 他自己这个幽默是自带的 我觉得挺好的 就是说他如果把这个东西当成是一种工具 的话 没必要 可以去你家下厨吗 我觉得有点太近了 有点太近 可以一起去某一个地方下厨 双鱼座的女生真的作吗 作 哪招对双鱼最管用 乱的 吃乱不吃硬 奶茶最爱喝的口味 就是原味的 海杰这次是以一个全新的歌手身份 来跟大家见面 对 赶紧听 专辑的名称叫做第十三乐章1986属羊 算是我出道这么长一段时间 真的能够代表我的一次音乐作品 所以我属上了我自己的出生年份 就是1986 心态上会有什么变化吗 我觉得我就是再次的再次的出发 我就是一个新人郭彩杰 然后甚至是在接下来的线下的演出 在Lifehouse里面 我希望是可以跟听众拉近关系的 不有印象里 大家对于郭彩杰居然是歌手还是很陌生的 如果说是在早几年的时候 我确实因为 我入行的时候 我虽然是我是参加歌唱比赛 发了一张专辑之后 其实我是马上就被丢去拍戏的 对于我的状态进到这个圈子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 自己没有在任何一个领域特别的出众 自己一直在观察 就是说我是很未知的 然后突然有了一个演员的身份 不然我大学时候念的是社会工作 就跟这个行业一点关系都没有 家里人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从事演艺行业的 紧接着就是 我确实也在演员的身份上面 得到很多实质的认同 包括一些奖项或者是出演的这个角色 给大家带来很印象深刻的这些 对肯定吧 就对于我来说 但如果说走到现在的话 我觉得挺好的 大家没听过以前的作品 就直接从现在开始再次的认识我 现在如果用一个词来形容自己 你觉得是什么 自在 我觉得我这么长一段时间 其实我一直在找寻到我自己的气味 过去有很多的表现 然后还有很多扮演的角色 或者是一直给大家一个很鲜明的 对我的一个认识 然后好像总跨不过去 对于我自己来说 我其实这是一个 我很长的一段消化的一个过程 然后走到现在 这张专辑带出来 让大家听见 是我一个非常自在的一个阶段 对于剑谈侠 其实你应该也有很多话想说 就是我觉得 不只是在网络上面 即便你身边周遭 然后甚至是可能朋友圈 你都有可能 突然谁跟你说了一句话 然后心里就会觉得 有必要吗 就没必要吧 就这种的 一定会受到影响 但是我觉得关键就是说 可以去问一下自己 就是这个人重要吗 如果这个人根本不重要的话 他说什么话都不重要 但是有时候敏感的人容易走心 对啊 很容易走心 很容易就把这个话听进去 但有的时候就是 有些话还是挺有见识性的 但那种就是说 自己要变成那种金刚不坏之声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可以适度的去屏蔽掉 因为我身边的朋友 大部分都稍微比我年纪再大一点 我觉得我25岁的时候 身边一些年长的女性就开始很焦虑 然后我就觉得 为什么焦虑呢 我经常会提的一个就是 Aging Elegant 就是我觉得每一个年纪 都会有一个自己独有的一个魅力 当然当时身边的朋友 也会觉得凡尔赛啊 因为女人真的过了25岁 你会很明显感受到 自己身体的一种变化 然后当时我真的是 那时候就很想要自己直奔30 因为我感觉我看过很多 在这个年纪的女人 我很能够去感受到他们 透过经历之后的那种韵味 我也很想要看看自己30岁的时候 又会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景象 然后但是到现在 就你确实就是比如说泪沟啊 然后就经常就是 你去出席活动的时候 你就会被损啊 然后就觉得你已经老了呀 有的时候还是会受这些话语的影响 但是谁不会变老呢 我反而觉得有的时候 人到了一个年纪 但是他的皮囊还是特别年轻 就感觉也挺奇妙 就是有点怪 但是当然我们就是某种程度 其实也是靠这身皮相吃饭的嘛 就确实自己的这个保健 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但我认为有很多东西 其实是从内而散发出来的 你有听过一个词吗 普系男 没有 那是 那么普通却那么自信的男生 那男生 哈哈哈哈哈哈 这是男生 在后面就可以看 啊 啊 仔细的 哈哈哈哈 好的好的 其实应该感到庆幸 因为你有想 对吧 所以这个很多时候 是一个人前进的一个驱动力 但是它确实还是必须要有一个 解决就是舒缓的方式 舒缓不是说 只是在生活里面去找 比如说灵修啊 或者是什么方式去排行 而是真正的去解决 你那个焦虑的一个源头 很多时候我觉得 可能是需要身体力行的 就你有一个想法 你有一个目标 你就必须要去实践 不要有太多的顾虑 其实没有什么可失去的 人生这么短